我回到KTAS的YOUTUBE頻道,我是KTASMA 今天兩宗頭條,一宗是娛樂 一對情侶搭去昂平的巴士,沒有戴口罩給市民拍片 拍了五分多鐘,繞弱了很久 今集會說這個,另一宗是 市民去深圳灣回大陸 那個也是搞笑 我們下一條片再說 當然這對情侶有問題,因為很厚面皮 被人說他沒有戴口罩,也不作出一個配合 然後這對情侶戴得很鬆 他就賴自己的臉很大 典型講色那種 他就說是否要整容才可以出街 我的臉戴 但是照計 他不關臉戴大事 因為你是要放在鼻子上 他旁邊這個就是男友 但是這個網絡 還沒有分到男還是女 這個不多猜測 他旁邊這個男友 其實也沒有 浪在鼻子上 你的眼鏡不戴在鼻子上 也不關你的臉戴大事 如果心理上沒有人會喜歡被人說 亦都在香港這個文化 以及近 這年半兩年 大家對鏡頭的敏感程度 相當異常 尤其是某些人 他被鏡頭一拍就 會暴走 大暴走 發瘋 行為完全失常了 更多輕微的就是 會做出一些 理智的時候不會做的事 所以 其實我這裡 如果學術研究 就是 拍片的那個人 有乘客 亦有司機 如果我們先從乘客 他的影片就是勸喻那個人 但其實已經 是開了機 去到港 還是勸喻了無效才開機 這就是兩回事 如果學術研究 當然就是禮貌勸喻 其實如果對方不配合 往往 更多應該是 去再 說回這件事 如果他真的很 厚顏無恥 沒有辦法之下 才拿機來營 對嗎 如果你一開始 就拿機來營 叫他戴口罩 我想 應該任何人都不會配合 當然不是說這對情侶做得對 他們是錯的 我們現在是 如果遇到這些事件 應該怎樣做得更好 或者這件事的處理 哪一個位 有漏洞 可以 從而 令到這對情侶激發了他的情緒 很明顯就是一開始就拿機 我相信 其實有 啤來啤去 啤了一大輪 我推測 啤了一大輪 攝影的男子 就覺得 不行了 他就要勸喻 但是 似乎是錯了一點步驟 就是 太早拿過鏡頭來打人 肯定不會妥協 也 傳統 香港很多的鬧劇 都是因為有 第三者在場 當事人無法下台 底下 就做出很多 他們冷靜回 覺得是很傻的事 原來就是 原來執行也可以 不單是由警察 或者 食環 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發生在交通工具 司機 或者 負責車的人士 都可以去執行 行駛的權利 勸喻他去戴 如果不戴 當然勸喻他下車 這裏 市民都勸喻他下車 但是當然不理會 結果報警處理 報警上來 最後當然是平息了 但是暫時 暫時掌握資料 沒有罰這兩個人 看看之後會不會追加 如果那條影片認得 這樣戴口罩是否屬於違法 可以有權追加 追回他們 回頭 這就是 我很討厭打巴士 因為他們困獸鬥 大家都好像不太願意 當然搞事的 他肯定不會下車 有時候 最壞的是 港媽照顧港鞋 吵到擦天 例如港鞋在車上 圈蛙 那媽媽 罵他 但那個聲量 比他的兒子更吵 那些 牽涉了一個心理 有第三者在場 有現場觀眾 會激發了很多 失常很低能的行為 如果一般坐上層發生 港媽港鞋的 落下層 適事令人 但是如果你說很多衝突 一般 受害那方 就很難說服自己 落車 因為你落了車 第一你要再等10分鐘才有巴士 第二你就無端多一輛車 雙重的損失 以及不是單單 只給多一輛車 最主要就是 你無端要等多10分鐘 甚至15分鐘 才再有一輛車 而往往可能更諷刺 你再等的那部車 可能輕則就是爆了 重則就說不定 下一輛車又是有那些失常的人 巴士真的很慘 乘巴士也會遇到麻煩人 其實我一直做了一個未拍 巴士其實有很多很討厭的行為 譬如人們 剪指甲等等的東西 或者 最簡單後面那一輛 拿著膝蓋 跪著你的椅背 各種各樣 下一集再說資料 就要再整理 但這裡我搜圖 再回顧一下 這幅就很噁心 就 很多很多 很無功德心的行為 當然這個 如果帶圖這個 這個就是綠營人 我經常說 標準的身形 穿四角骨短褲 穿 大馬衫 面圓 肥臉 肥身形 經常做一些 很滋擾性的行為 完全是 不會穿正常的鞋子 穿拖鞋 穿涼鞋 符合 所有外在 身形 和這個行為 也是吻合 所以我經常說 這六角骨短褲 就是這樣 他也好 去到最後 哪裏搞的 如果那輛車 不是太多人 他起碼沒有擾讓到其他人 但如果細圖這個 正在中排 的下層 面對面的位置 這樣去睡覺 就彌補了一點 很多時候報警 我好像沒有搭過 車要報警 最深刻有一次 做了Youtuber 之後 下層 不知哪個站有乘客上車 跟司機吵 司機很大 乘客也 各種不退讓 大家頂到行 就說對 我馬上下層 我說沒事的 我見證時刻 你們繼續 你哪一邊 認為有利 就繼續爭取 司機立即 縮 那一刻 我很滑頭 我沒有位置讓他們進入 大致 我表達我的描述 司機立即 縮 上車 說不行 你繼續拍 然後 那個乘客 據你力真 他又看到司機縮 他 也因應我有個鏡頭 堆住 又 又 又 我說不要緊 我媒體記錄 我網媒 我當我算是網媒 正式的記者 但我們有權公民有權拍 兩個都縮了 非常有趣 還想拍攝一些東西 叫開一下債 拍攝 突發衝突 兩個都縮了 真的沒有人 更多的 原來叫飛漲過河 其實也挺離譜的 隔壁 可能是他的小鮮 那其實 脫鞋 脫鞋 脫鞋過去好一點 還是穿著鞋 脫鞋過去好一點 當然兩個都壞了 應該是他的兒子 是他的女兒 書包在他 我們的偵探 又更多是在這裡吃東西 原來就吃榴槤也敢吃 整個車真的被他 吹脹 同樣重新 差不多到尾 走一走 很討厭 如果在巴士遇到 那些人 因為你不能下車 你就硬吃 下車就已經分析了 你硬吃 很討厭 還有巴士是很多人 亦都 衍生的 你無事無幹 突然吸引負能量 其實一天的心情 就這樣受到影響 但是 你不搭巴士 你又可以搭什麼呢 是不是搭地鐵 可能 你搭地鐵未必適合路 可能你搭巴士才適合路 例如你 在市區入屯門 往往是乘搭 以前經常要入屯門 跟元朗乘搭巴士是最快的 因為我自由公約者 已經很少在繁忙時間乘搭巴士 但是 以前 總會遇到一些擾讓的事情 其實都很煩 可以的話 儘量讓自己 不要乘搭巴士 但是 乘搭地鐵就好一點 遇到擾讓你就下降 但是現在港鐵嘛 港鐵大家又不想乘搭 那也是沒辦法 在香港熬女孩 又沒有本事 每一程都是 召車或者乘搭的士 沒有本事 都要繼續 硬吃 但硬吃之餘 例如 不幸運就遇到一宗 那你經常的心情就受到 影響 做事那些 都是連帶的 香港很多很多 不同的事情 都存在在 沒有辦法改善的 我相信 我相信 那些 叫什麼 不同的人種太多 太雜亂 不同人的價值觀 他們自己抱一種 他認為他 才對的價值觀 他們永遠是沒有錯的 他們永遠是沒有錯的 那你說他 好的就 不好意思 不好的就像今集的主角 頂到行 再複雜 就叫警察 報警 沒辦法 香港就是一個這麼奇怪的都市 一天我們還要繼續搭交通工具 一天都要承受這些 很 受害 我們無關事 無緣無故要硬吃 那就是這樣 大家祝 每天 最多拜三炷香 今天不要遇到那些壞人 那唯有是這樣 那樂天 對待 大家 沒有什麼 不要出去 外面很危險 疫情其實還在爆 今集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